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帕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下 那么在上一条课 我们一起学习了标准色的一个实战应用 那么这条课 我们主要针对标准色 标准字 以及这个logo 做一个排列 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排列 首先我们打开Elarge Twitter 我们会看到我们上一条课 做的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先选中 然后呢在这儿呢 我们给它编辑一下颜色 它的一个主色 全部框选 框选中以后呢 Ctrl J 组合 我们在怎么拽的时候呢 它都是长组 当然你也可以解锁 那么鼠标的右键 选中以后 鼠标的右键取消编组 这样的话就被分开了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对它一个群组 看到这的时候呢 东西可能不会陌生 我们在讲基础VI设计上的时候呢 有介绍过这个方格图 然后它是表示你这个图形 的一个比例 放大缩小 都可以参照这个图形 那么在这儿呢 我也是把它被锁定 锁定以后呢 再选择起来会比较方便 然后你拖动到这一个合适的位置 可以按这个Ctrl加Sale键 向右的括号键 然后调到上面这个图存来 让我们再来调整 我们会发现这个一个完整的VI 里边是包括logo的部分 然后中文字体 以及这个英文字体 在这里呢 我们发现并没有这个英文字体 所以呢 在这里需要对它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预留出这样一个位置 按T键 然后在这里输入你想要输入的这个英文字体 我就用这个pin代T了 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这个字体 但是呢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先有这个字体 那么当它这个足够图出了什么呢 你就可以这个英文字体呢 就可以适当的做细一点 在这里我们选这个黑体 然后你这样可以应用一下 我发现偏高了一点 当然你可以适当的对它这个进行一个压缩 或者你在这里输入一个网址 也可以 要保持一致的一个颜色 但是你发现这款字做了以后 并不是很好看 然后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我们可以右键创建轮廓 取消编组 那么这些锚点呢 你就可以任意的去修改 然后再次进行一个锯件 这些我可以删除 我可以直接复制 你自己做好的这一块 这个你可以完全的自由发挥 然后通过你的想象力 拒绝它对一些的修改 取消编组 然后再继续的调整 好 这样像是这样的话 就是既有这个logo 比如这个标准字 以及这个英文字体 然后你放到这样的方格图里 你会有一个参考 下面这些呢 你也可以这个字体可以竖着去排列 然后你像底下这个正方形的 你可以去做这个logo的一个比例 占几个格 一个格代表多少 然后你自己可以去设定 那么你再移动到其他位置 或者每件画的时候呢 你就有一个参考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应用 然后既然如果说是你做直播 你将来学到这个Photoshop平面 软件的时候呢 你会做这样的一个图上去 那今天我们简单的来模仿一下 用这个矩形工具 可以直接画出这个圆角矩形 圆角矩形工具 第二个 你再单击一下 然后你可以调这个半径 像这个你可以拴掉 可以拉这个参考线进来 可以拉这个参考线进来 抽中到这个合适的位置 参考线能机可以锁定它 在这里 参考线 锁定参考线 也可以删除的 等一会也可以解锁 先锁定参考线 先锁定参考线 这个你可以再试着去调整一下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会发现它有这个阴影这个部分 然后今天也在这儿简单的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这个阴影功能也是比较好加的 在这个效果里面 在这个效果里面 然后有这个风格化 风格化这边呢 有一个投影 正片叠底 然后不透明度 位移多少 IOS轴轴 IOS轴 IOS轴 Y轴 是移动多少 然后颜色 这边是可以选 你可以预览一下 这样呢 它是会加出这样的一个投影 但是很显然 它这个颜色 并没有这么重 在不透明度这儿呢 就可以调低 适当的调低 这样就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投影 这个也是你做到后期的时候需要做 如果说它已经上线了 然后你做一些推广的时候呢 需要设计的一些东西 也很简单 你在 Photoshop里做呢 也可以在以达的车条里做也可以 到了这个网址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有QQ的这个截屏 然后你可以按住 Ctrl Alt加X键去截屏 然后看它的一个像素是多少 回来以后你在这里做的时候呢 做大小的时候呢 做像素按照像素大小 PS的大小去做就可以 PX大小去做就可以了 那么这儿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儿 这儿课讲完之后呢 我们整个的一个 基础外设计下 也就解课了 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都学了哪些内容 然后我们了解了 首先呢我们了解了一个设计色彩 第二呢是我们掌握了 艺术字体的配色一个原则 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应用 这就是我们全部课程的一些内容 然后希望大家呢 同学们呢 通过学习我们这个基础VI 知识下 然后能够对这个颜色 有一个更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将来在你们的设计作品中呢 有更好的一个配色的表现 那么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点课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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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